美丽今天在新疆乔尔玛 遇到了个新疆的美女 也是做自媒体的 哇 长得真的很好看 居然她认识我 她是开房车的 我是骑行的 我们两个居然一样大 都是40岁的女人 天呐 我们 但是长得这么好看 她比我好看多了 我都有点自卑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姚美丽 哈喽 我是大可 我们今天在堵库公路 这里遇到了 来看一下 哈喽 大可的车 哇 哇 这车真漂亮 大可你多大了 我40 天呐 40啊 对 80后 40了 哇 看起来就像十几岁一样 真的特别好看 因为她又高又瘦 然后脸又小 还是新疆的姑娘 然后就轮廓长得特别好看 新疆阿克苏 对 阿克苏 然后我父母都是重庆的 我在新疆出生 新疆长大 难怪新疆加四川的血统 我也是四川的 四川和新疆混合就更好看 老乡 哇 你这个 你这个车子多少钱 我买的二手的 35万 二手都要35啊 这个新车落地的话 60万左右 品牌嘛 这个是什么车 就是伊威克的底牌 然后凯伦宾威 房车里面就是品牌 它这个耗油呢 油耗大概在14个 17个左右 车比较重 开上房车真好 我还是天天搭帐篷 骑行的呢 哎呦 我觉得你还是厉害 还是你厉害 我这个房车也有房车的烦恼 舒服还是肯定相对来说 比你们轻松很多 但是 开房车有什么烦恼啊 好多地方去不了呀 车宽2米4 高3米3 经常会碰到限高限宽 然后车比较重 那飞个家再走嘛 你要时刻操心它的水电 然后还有驻车 停车不好停 很少去市区停车不好停 就是停车场都可以停吗 嗯 对 但是你房车有的时候 我又比较挑剔 你如果说 我要安静的 又要安全的 然后风景又好的 所以我每次都要花三个小时 去找驻车的时间 找三个小时停车 这个地方你有的时候停好了 它有的时候不让做饭 有的时候它不让停房车 然后或者是 特别吵你停了 或者是这个地方 我过来赶你 你这样子的话 你再刚停好 然后说明又要换位置 因为一直都在外面嘛 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 房车有舒服的时候 也有烦恼的时候 那你这房车一个月 要花多少钱 基本上就看你跑多远 就是你要去什么地方 其实就是邮费和过路费 一个月的话 要一万吗 就是所有的费用 你加起来呢 所有的费用 差不多 差不多 那你现在做自媒体两年了 然后 全部都是靠我之前的那个积蓄 在称 现在不是称不下去 我准备把车卖了 裸辞 买房车的初衷 就是想拿着积蓄 在家里面出去转一圈 然后转个一年 或者什么时候 陪一下他们 之后把房车卖了 之后再回去做工作 当时是这么想的 但是在这路程 过程当中呢 我又觉得自媒体可以尝试一下 结果一到一到就到现在了 就是房车也开上 卖舍不得卖 就 自媒体好重吗 那你单身吗 单身 哇 单身哪有时间 你不是也是一样 不单身哪有时间出来啊 40岁了 单身没想到结婚吗 哎呀 怎么说呢 之前就觉得这个东西随缘吧 而且在路上的时候 没有机会 就像你们一样 就是我们一直都在路上跑着 没什么机会碰到 哎呀 长得这么好看 不生孩子浪费了 怎么都这么说 这个东西随缘分嘛 说不定碰到一个 傻婚说嫁就嫁了 说不定一辈子也就这个样子了 你看这体重不过百 过百了 过百了 我52公斤 身高168 168 也没到17 这简直是模特生产 长得这么好 找不到男朋友 就是要求太高了 那没有 我想问一下 你天天在外面旅行 然后住房车 安不安全 有没有很多 跟你搭讪呢 我 其实我觉得 我有点舍恐在身上的 我都是逼着人走的 我停车 为什么要停三个小时 有的时候我就 哪没人 就是安全的地方 人少的 就钻在角落里面停下 然后也不下车 就属于这种 也很少 主要是长得好看 就会 找那个男的 喜欢多一点 就是搭讪 路上有碰到过搭讪 你知道吗 就是你说 不给人家回复 不给 不理人家 觉得不礼貌 但是理人家吧 没完没了 就说两句 是不是天天有人 跟你组队 要找你啊 什么的 有 私信里面有好多都说 要跟我组队 但是你说 怎么组队 我开着家 你给我组队 怎么组队 你说自己有个房车 但是这种也很麻烦 就是每个人的时间 习惯不一样 一旦组队的话 就要相互 一个人是一个人 组队是你要顾忌别人 所以我嫌麻烦 但是在同样一个车 那肯定也不行的 自己的一个空间也是习惯了 你看他们大可是 住着高大上的房车 然后美美大 我天天是睡帐篷 骑阵子 但是跟我 跟我一般的都是粉丝 佩服我的 但是就是没有 没有那种喜欢我的 喜欢我的全都是姐姐们的 我真的挺佩服你的 我给你找点选择 一个人吗 对一个人 最开始买着房车的时候 带着我爸待了一个多月 然后之后 他们不习惯就回去了 前段时间我爸也待了一个月 其他时候全是我一个人 那人家都说你有团队呢 我觉得这是夸奖 多好呀 有团队的话 就明我一个人 干了一个团队的事情 其实现在好多人就说 你一个人怎么拍视频 你也都是一个人拍的视频 对吧 你拍的那视频 比我高大上多了 那天天各种 没有 我是 大长腿 这好看 我有无人机 然后我自拍架 然后像360 GoPro 然后这些工具用 然后光拍了不行 你不是还得剪吗 就是不要的剪掉就行了 所以这也是个大工程 一个人这些完全轻松可以做到 说的很对 一个人做了一个团队的事情 以后别人说我团队 我也觉得是在夸奖我 对 所以这种 有 说什么的都有 别人黑你啊什么的 习惯就好了 我反正就是 之前前段时间 还因为别人黑我 郁闷呢 主要是你长得太好看了 别人都说你跟着男朋友 然后不相信你一个人 好像是这样 其实也不是长得太好看 他们觉得 我干什么不好 偏偏要干这种 这种事情 不像我能做出的事 他们所以不相信 就是旅行很辛苦啊 对 真正的 真正的只有旅行过的人才知道 旅行其实比上班辛苦多了 所以我特别佩服你 真的我太佩服你了 就是你一个人在路上 这么长时间 而且 你看这个住也是帐篷 而且还是骑车 太辛苦了 对我这一个月洗了一次澡 一个月洗 我都不敢想象 你看我现在是可以 因为我觉得车 也是算是我的一个壳子 能多多少少有点安全感 你要让我做你这个 我一天我都不敢 我真的一天都不敢 所以我太佩服你了 主要是没有你们的好命 就是每个人选择不同吧 就是我觉得爱好生活 热爱生活 爱好旅行的 其实都是一样 你不管是徒步 不管是骑车 摩托车房车对吧 我觉得都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自己做的时候 自己喜欢 觉得值得就可以了 嗯 啊 啊 车就是重 它如果说 这平衡东西不好的话 很容易摔跤 你摔过吗 都没有 这个 我试一下 嗯 我都有点不敢骑 前面四个包 后面的三个 我真的好佩服 我骑一圈 看看能不能启动 我从那绕一圈 嗯 绕到这儿来 哇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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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行 满年杀满年杀 嗯 今天我要爬山 你今天还要爬山啊 嗯 二十多公里山 我天哪 翻不过去就没得心哈 前面有四个包 嗯 那个头头头往那边转 往右边转 嗯 你们看我人高马大的 我告诉你 你没发现 有这个车我扶不住吗 嗯 我 往右边转啊 就这样 这样吗 嗯 对 就这样就可以了 哇 你们看一下这个车 我太佩服你了 真的是 我还自于自己是女汉子 我觉得 还是你厉害 我这个福都不懂 只是有点重 我还是单手拎 没乞惯的人 单手拎 我单手拎没乞惯 没问题 但这个平衡我掌握不好 你这个旅店得注意安全 车里面 这里面是双的什么东西啊 一边是衣服 一边是睡袋 这个是干嘛的 嗯 这个是马表 我还带了高压锅 前面的话是高压锅 很高兴路上又多认识了一个朋友 原来开高大上的房车 也有这么多不容易 现在这媒体也确实不好做 都是亏钱 谢谢大家关注